國際狀況 我們帶你關注 美國總統拜登 在北約峰會最後一天的記者會上 正面回應各界對他的質疑 另外他也被問到一件事 是不是已經準備好 分別跟中國還有俄國打交道 好 你可以看到拜登說他已經準備好了 他認為自己有能力 跟中俄兩國來打交道 拜登也提到 多個美國跟歐洲的盟友 很有可能在開始刪減在中國的投資 以此回應 北京在經濟 還有軍事上暗中協助俄羅斯打烏克蘭的這件事情